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们调整这个代码 目的是改善这个代码的质量 提高这个软件的性能 使得这个程序的设计和这个架构更趋合理 目的当然提高软件的扩展性和维护性 最基本的当然是可读性 可读性有了 我们才能谈得上这个扩展性和维护性 所以重构呢 是我们在软件里面经常要做的事情 在那个集成开发环境里面呢 他就都提供了这个重构的功能 你看在Eclipse里面 他专门有一个大的菜单 叫refactor 然后这里面有无数项功能 都是来改进我们代码的 提供了这些功能 最长最常用的功能 就是我们选定一段代码或者一个单词 进行了点右键 选这个refactor 它里面呢 最常用的一个就是relame 就是更名 这就是我们说的要写好单词 对吧 最基本的你单词的命名要对 所以呢 写好单词 它可以自动呢 就是你更名以后呢 其他相关的部分呢 都给你自动更改过来 所以相当方便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写好函数 最常用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提取函数 我们讲到了 要写简单代码 不要写重复代码 它最基本的一个手段呢 就是提取方法 或者要提取函数 把一段代码作为一个函数 把它提取出来 在Eclipse呢 也是很方便的 它甚至呢 可以呢 自动的识别出哪些是作为参数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方便的功能 当然还有很多重构的这些功能 具体的来说呢 讲这个重构 讲的最好的应该属于 Martin Fowler写的一本书 叫做《重构改善既有的代码》 这本书呢 也有中文的版本 这本书写的相当好 我是以口气把它读完了 并且读的过程当中呢 很多地方 心有戚其言 那么他在这里面呢 讲了我们什么时候要重构 他提了一个概念呢 叫代码的坏味道 但我们也总结了一些经验 比如说太复杂了 比如说重复了 等等 那当然他总结的更细节 就他提了20多条这个代码的坏味道 并且呢 提了70多种重构的方法 比如说哪些是坏味道呢 就名字不清楚 我们说你取名字 取的含义不清楚 代码又重复 我们讲的呢 大式定律里面说是 代码永远不要写第二遍 这是最基本 因为代码过长 这就是我说的大式定律里面第一条要写简单代码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该重构了 或者代码层次过多 这也是写简单代码 里面提到的 比如说体力函数呢 使用位语句啊 使用那么大表达式啊 等等 那改进 但他提的呢 就更细节一些 比如说重复代码 构成函数啊 等等等等 但这些我们要记住 还有点困难 我就把它总结成 刚才说两条 写简单代码 然后呢 不要写重复代码 还有这些坏味道呢 我们都可以看看这个书里面具体怎么说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在重构的时候 怎么保证这个代码它是正确的呢 那这个我们就要用手段 最基本的手段呢 就是JUnit测试 这个单元测试要保证我们写的函数 写的这个类 这个功能是正确的 那我们最好的呢 就是用JUnit测试 在Eclipse里面 创建一个UnitCase JUnitCase 就是创建一个呢 这个单元测试的一个用力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写一些测数函数 那我们每改了一次以后 重构了一次以后 我们要运行这个JUnit使得它能正常的通过 那就表明了它原先的代码是正确的 甚至呢 在我们一些软件开发过程当中 特别是现代的一些所谓的敏捷开发的过程当中呢 它把测试呢 甚至提高到更高的高度 它叫测试驱动开发 就是说 是由测试来驱动的一个程序 我们甚至还没有写代码之前 就把这个测试呢 就要设定好 就要写好 所以 这是一个保证我们重构过程有效的一个基本手段 我们经历你做到可以写一下 然后 我们再缩%%的好得